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调高薪水呢 比照军工教调薪4% 所以这个投信看一下 投信今天买超第一名 就是活航了 收到了航空人才 我们台湾要培养 半导体人才更要培育了 明哲请上来 只为中国大陆在半导体产业 对台湾追着台湾跑 急急急追 所以半导体他们追着我们跑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世界No.1 怎么能够停在这呢 我们要加快脚步往前进的 你看人家进步多快 华为要盖晶圆厂 找上了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挖人才 买设备 谈合作 确实有些是有点压力的 因此国发基金谢谢政府了 砸了5亿的钱 支持四大半导体学院 依据是成功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台湾大学 清华大学 明哲你念 府仁大学 府仁大学倍棒 府仁大学还出那个奥运金牌 对不对 你们的金牌是 举重女神郭幸存 学妹你知道吗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了 这两个新闻解读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华为要建晶圆厂这个消息 那最主要是传出 华为要携手这个中芯的子公司 叫中芯南方 在深圳自建晶圆厂去做生产 但这一次的一个生产呢 因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个EUV 也就是极紫外光的一个光刻机 所以它会以这个成熟制程为主 那成熟制程的一个应用 包括了像是电源管理IC 微控制器 记忆体跟射频晶片等等 EUV跟他报告 极紫外光机的那个大的设备机 是S-MORE的 而且呢 它是用在先进制程 7532奈米台积电 买超多的 但是美国这么一档 它买不到先进制程 只能买成熟制程的设备 这个是联电世界先进 他们28奈米就做这些晶片 没错 好 再来 那这一次是传出找这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去缩短学习曲线 因为你盖厂房 不是单纯把那个房子盖起来就好 因为他还比很多无城市 以及高科技的设备 所以当然这些台厂有经验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缩短它建厂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包括了像是加登 帆宣 汉塘跟中砂等等 这些台积电的供应链都被点名 是有机会跟华为来做一个合作 而且华为真厉害 知道找他们 他们有些像加登 返宣 都是Smore的相关的供应链客户 这个Smore的半导体设备 很多是他们模组做好之后 跟他们买来放在设备上的 但是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其实中国的一个产业人士认为 其实可能性是比较低 那最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事实上中心跟华为 都在黑名单里面 但是中心南方 因为他是以这个14奈米的制程为主 那很多先进的设备 其实都还是要跟美国来做进口 因此如果说我们两个合作 那你要进口机器的时候 会不会激怒美国 那反而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制裁手段 那同时呢 因为中心南方他的大股东里面 有一个上海集成基金 那这个上海集成基金 当然他最主要就是希望你能够投资 上海的半导体 所以这一次传出来是在深圳建厂 所以那个应该是不会去找他们合作做这件事情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就跟跑马拉松一样 你就不管那个追兵离你有多近 你自己只要努力跑在前面 我觉得就OK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真的有成真的话 当然对联电威胁比较大 但因为缺乏先进制程的关系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办法赶上台积电的脚步 那我问你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个事件 所以最近联电涨不动 台积电的前面还有这个涨的机会 因为华为要追的是成熟制程 先进制程压根的追不上 没有错 没错嘛 好那接着国发会砸钱 半导体学院四间 对这个部分国发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宣布 就是今年会投入五亿支持四大半导体学院 那四大半导体学院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 那四家学校 那平均每一个学校 如果说五亿来做分配的话 一家大概可以分到一点二五亿左右 它是达到一般投资的标准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五亿好少 但实际上我去稍微查了一下 国发会最近期的投资 是投资太阳能的元金是6.15亿 然后如果说以半导体产业来看的话 他们最近投资是109年 投资两家没有挂牌的半导体公司 金额大概都是1.5到2亿元 所以你去想 一家学校可以拿到1亿 而且他是讲今年投入 那代表说明年还有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算不差 那不是不差而已 非常好 帮我背这些东西 政府如果不是非常重视 半导体人才的培育 怎么可能四家大学院 砸五亿 太阳能 半导体 各自公司才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我告诉你 人才是一个产业的地基 基础 你人才千万要培养越来越多 我们世界No.1才能够hold得住 没有错 所以当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才 然后培育更多的一个半导体的经营人才 来提升产业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半导体先进制成成功制成 麻烦相关的概念股帮我检查 对那相关概念股包括了像是台积电 那今年最主要是在这个高效能运算的一个需求 还是非常强劲 那包括了这个上调代工的一个费用 它也可以维持整个公司的毛利率 维持在一个相对高档 那预估今年的EPS是28块半 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28倍 那中美金呢 它是整个集团去发展第三代的半导体 包括它的子公司 环球晶 蓬城等等 那另外在12寸的矽晶圆 之前有谈到是一个超级循环 就是一个多头 而且大幅度成长 那预估今年的EPS17块9 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16倍 那金顶是宏家军的 那最近包括当然这个半导体的扩产 那以及最近它在所谓办理私募这件事情 那昨天才谈到同集团的华瀚 它是引进Google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想象空间 预估今年的EPS是20.9 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15倍 换句话说 宏凯家族Google入股了华瀚之后 元宇宙将会成为宏凯家族 下一个重要的伏兵产业 因为前面已经有MH这些的电动车了嘛 是好 再来万润 那另外万润当然是这个半导体的设备 那最主要受惠就是台积电扩大资本支出 这件事情 下个礼拜四法术会 大家就知道今年的资本支出会调到哪里 那预估今年的EPS是10块半 那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15倍 那最后是封测龙头371的日月光头控 那最主要受惠的是在于 全年封测的一个产能持续持紧 预估今年的EPS是12块7 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10倍 清掉之后 这张表格我好喜欢 观众朋友读出了几个重点 一 如果这些的好公司 他们的业绩不够好 怎么有办法今年EPS如此之强 一个股本将近两到三个股本以上 这样的业绩比2021好太多了 还有第二个重点是本益比 你知道吗 我们的本益比名字估得还客气了 像这种半导体设备大厂 美国有些公司半导体都是三十倍 四十倍的本益比对不对 好那清掉之后读书悬外之音 我们开始算了 因为本益比上再交过了 本益比就是股价除以该公司今年预估的EPS 所以目标股价很简单 把合理的本益比乘上EPS就搞定了 因此我们开始乘 台积电今天收644 28.5乘上28等于798 今天收644 还有中美金17.9乘上16 答案是286 今天收242.5 还有金顶20.9乘上本益比15倍 是313您看到没 万润10.5乘上15 157 今天136还有日月光12块7乘上本益比10 127 127 127 你看今天收108楼 所以这就是目标股价 跟您做一下分享 所以明哲确认最后一件事 这些的半导体相关的指标公司 今年一整年应该还有长线期待吧 当然 是 感谢明哲 非常谢谢您了 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一题 因为中国大陆追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华为要建一座晶圆厂 招上了台积电相关供应链来进行合作 信奥刚明哲说得好 他买不到EUV极子外光机 是先进制程的半导体设备 所以先进制程他赶不上我们的台积电 但是联电成熟制程的设备他买得到 所以赶得到我们的联电 因此如果这件事情成真的话 对联电会造成威胁 可是明哲说得好 管人家追我们追多快 只要我们保持一一定的实力 二人才培养好 第三永远跟自己比赛 往前进步就没再怕的 谢谢政府 砸了五亿元 国发会 砸了五亿元 扶植了四大半导体学院 这些的人才只要能够培养好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依旧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了 相关的概念股 刚刚都已经把预估今年EPS 跟合理本益比算了一下了 因为这个股价在这儿今天是压回 今年业绩期待性 我最喜欢这一个栏位咯 明哲讲 还是走长线的 不是给你短线进进出出 以上的结论明哲进去吗 完全进去 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来看今年 刚刚讲到了半导体 其实是各行各业都会担心 到底今年有哪些变数 风险 没想到风险还颇多的 彭博列出了八大风险 德国之音 点名五大威胁 风险跟威胁 我们该如何应变 有四个罪危急 麻烦副院长带来独家说明版 请不吝点赞